大家好 我是newstar朝鲜杂志的主编师科 在我们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抗击战医生采访系列中 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采访到了六位来自不同医学领域内的专家 从他们各自的专业角度为我们详细讲解了疫情期间 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方面的防疫保健知识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乳腺外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吴克景 吴教授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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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 对于我们广大女性来说 在长期的居家期间 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做好乳腺的保健工作 这个居家期间其实我觉得一个放松的心态是非常重要 大家也知道在家梦了时间这么长 确实有的时候说没有病也要梦出病来 对吧 有的时候状况的话 其实病人的比如说他对这个一个新冠的知识缺乏不了解 也有莫名的这种恐慌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乳腺本身作为一个内蒸地器官的话 他其实和人的情绪状态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么他受到人的就是他的一个月经登基的一个影响 受到他情绪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疏导 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形态 在我们的那个后台也搜集了一些读者很关心的问题 就有些人就会问我们说 就不光是现在疫情居家期间 就像平时的一些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 他们会就是问我们比如说吃一些维生素 尤其是像这种维C呀 或者是我们就是女性喜欢吃的那个 比如说维生素E呀 B呀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就是性格 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我们会服用的那个胶原蛋白 就是液体类的或者是胶囊类的或者是固体粉末类的 就这些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或者是女性自身的这个健康 或者是乳腺的这个保健 您觉得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服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应该去好好的去读一下这个东西的它的一个药品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看看它的一个说明书 它的一个成分 你要了解它 就是说要明明白白 你要知道你吃进去的 或者你敷在脸上的 或者是什么的 是什么东西 就明明白白的去来用到你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何提高个人免疫力 就是吴教授这边能给我们提一些比较科学的建议吗 我觉得你的一个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然后你是良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免疫力 包括现在我们也强调 因为大家越来越重视人的卫生习惯 对吧 其实我们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 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皮肤的完整性 假如说你的皮肤的完整性 是人的第一道屏障 大家都知道你皮肤割伤 你很多东西就可能去通过这个伤口就可以进入了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你良好的卫生习惯 你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一个心态的话 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免疫力 这一次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就是吴教授您所了解的 贵科室有做了哪些防疫相关工作呢 这个方面的工作其实是 我们是按照上级单位的要求 严格执行 那么像我们医院 所为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妇产科医院 那么我们在上级单位的要求 还是从严执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医院有产科 产负责线 那么这些其实我们是要从严执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是要涉及到两代人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高度重视的 而且跟着这个疫情的每次的这种变化 然后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工作流程 随之而做相应的细小的成功 比如说我们以前收费 根据这个病人情况 我们就马上可以就是说 呃 住院单就可以直接开给你 嗯 现在我们不能就是说住院单开给你 我们要做好你的检查 比如说你要验出来你的血肠规 你的CRP 你的胸部CT 嗯 这些东西 我们要检查 认为你是不是排除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会给你一张住院单 您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呃 就是您是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的呢 就当初您是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一名医生的呢 您对这个职业的热情或者是信仰是怎么样的 嗯 其实做医生也不是说当时就是呃 就是刻意去选 就是就是等于爸爸妈妈觉得你可以去做医生就去做医生 嗯 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一句话说的是非常好 为什么 就是我们当时进医学院第一天 然后老师就给我们讲 就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医生 他说你们知道吗 选择的医生其实就是选择了艰辛 嗯 大家都知道这医生的这个职业是终生学习的职业 而且是终生处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忙碌的这种状态 对吧 那么我印象当中我自己刚刚大学毕业 然后你想本受学医就是要比人家晚毕业 是 然后刚刚毕业了以后我也是一直在 就是等于就是处于这种小医生忙碌的状态的时候 看看我们和我同辈的同学他们都先相对来说收入啊比较好 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医生的话真的是点点滴滴你就有这种责任感 你还是要应该有担当 所以说这次就是尽管我们院是专科医院 但是这次武汉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 然后因为我是作为科主任嘛 然后我们党委都其他的地方大家都也纷纷要报名 觉得大家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医院 那么我在我们科里讲 我说尽管我们的专业是不同的 对吧 但是我们作为医生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是义不容辞的 然后我没想到我就需要发了一个在我们自己的科室局里面 然后我们苏苏苏的医生都跟我讲 除了义不容辞有需要 我们都是可以去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我们其实做医生 其实怎么说呢 你穿上白带外的这一刻 其实就是要你的责任感 对 很神圣 亲朋好友出现有对这个疫情出现有理解误区或者说是过度焦虑的这些情况呢 就面对这些误解或焦虑您是怎么应对的 对 肯定有的 然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吧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知识都是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很多的知识也有可能就像网上东西也有很多不实的消息 也有些什么 那么其实假如说她问到你 你要和她做出 就是至少你从你的专业角度上帮助她 告诉她 你现在应该怎么怎么办 不需要问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像很多事情把你摧坏的 不是事情的本身 是你对这个事情的一种解决也好 你对这种事情的理解的一种状态 你说是吧 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把你击坏 是因为你自己的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方式 这个一个状态方式也好也是怎么样 是这个把你击坏了 非常感谢吴教授在百忙之中 接受我们杂志的采访 武汉必胜 中国必胜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newstar朝鲜杂志 关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抗击战医生采访系列 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希望这场疫情能快点过去 希望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能平安回家 愿生何无恙 人间皆安 好 谢谢 好 谢谢 加盛 对 blocked 崇世 那 愿者 崇世